有網友專程來到臨堂前 年鄉致意帶著不少朋友的捐獻善款 要幫斗六雞排駁 辦好事 謝謝 你幫人很多 善心捐款不斷湧入雞排駁的姐姐說 目前棺木和桑葬費用不用愁了 但令人興奮的是 事後翻遍雞排駁的四個帳策 身邊現金竟然剩不到一千塊 四本 鎖花起來沒有一千塊 一定要做生理 他沒有做這種生理沒辦法 做生理這樣也打拚而已 我家裡買的名字 家裡都賺錢 我來這裡也是一定要靠 這個月中國稅局 來到雞排駁的攤子前 輔導營業登記 擔心自己要被扣稅 取消低收入戶資格 加上經濟狀況吃緊 讓雞排駁一時像不開 走上絕路 留下八十歲的年邁老母親 和就讀高二的兒子 每個月會提供他六千元的一個生活費 直到他畢業為止 進行個別的一個輔導 也對他的班級做短期的輔導 有網友一度踏罰國稅局無情 但國稅局解釋 營業額未達八萬付許付稅 只有輔導營業登記 而如今雞排駁走了 當初他的溫暖身影 料多實在的人情味小攤子 再也回不來 熱心網友捐款照顧他的身後事 盼他一路好走 九六晚兵雲林報導 中文貴